在宇宙天地之间都会有一些规则 而且导演你的父亲其实是蛮厉害的 他好像是知天命之人 所以说当在你的人生 或是在你的拍戏的这个进程当中 如果遇到一些疑惑的时候 你会跟父亲讨论跟求教吗 对 就是我觉得我爸爸像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也像是我的人生导师 然后有时候小时候你会看他帮很多人 有时候会帮别人看一下面相 然后讲一下那些事情 我觉得就很像在听一个跟一个的故事 所以其实他可能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的创作 因为我觉得人就是很 有时候人的命运 譬如说他已经告诉你 你的命是这样子 你应该这样才对 但是很诡异的是 我们偏偏不会想跟命运屈服 或者是我们以为走另外一条路就不会变这样 结果还是会变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些拐弯的这些东西都是很有趣 所以我也把它放在剧本里面 但是爸爸对我比较重要的影响是 譬如说有时候认识了一些演员 认识了一些工作伙伴 你就会偷拍他们照片 然后我就说这个人怎么样 你觉得他适合跟我合作吗 你这人个性怎么样 所以他看面相他会不会看生肖跟八字 不会他就只是看他 而且其实看照片就是看他的个性 然后什么 然后我就会说他跟我合吗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所以你这部电影其实不需要 casting啊 找爸爸叫做 找爸爸 对 我有给我爸看过犬犬跟炎飞他们的照片 那爸爸的那个 comment 那个评论是 爸爸就是说 就是因为我就说 他就我爸就问我说那他们演什么角色 然后我那时候也很担心 他们如果就是拒绝怎么办 因为就是这个戏真的是 比较挑战 要花比较多时间 对然后对演员来说 其实也会有一些些畏惧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担心 炎飞如果不演怎么办 然后我就问我爸说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他演呢 然后我要要怎么样可以突破他的心房呢 这样什么的 对然后我爸就教我了一些策略 对 什么策略 不敢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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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在铺了什么路 这很神奇耶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 其实讲那些道理 你现在就是回过头来看 你就会觉得其实就是一些 也没有什么 也不是跟什么算命有关 他就说 其实你要让他相信你 你要去进入他的心 然后我就说 可是我说我跟他根本没办法见面 要怎么进入他的心 他就说 传讯息给他 跟他讲什么样话 你会怎么保护他 怎么照顾他 等等等等之类的 有吗 有吗 当事人 有 然后我就说 然后后来 原来是因为这样子呀 没有我后来传了讯息 然后呢 我就还会跟我爸说 他怎么都没有回我 很像在谈恋爱 我就是 你是在谈恋爱 还要在那边等 未读 未读 已读 没回 这样子 对就是 所以因为我那时候心里就认定说 我就是想要找颜飞 我觉得我在试镜很多人 但我就觉得 就是他了 所以后来在看别的女演员的时候 我都觉得不行不行 你真的在谈恋爱 真的 然后那时候他答应的时候 我看我真的是超感动 我觉得有一种告白成功的感觉 超过我想象的爱我 当然给他爸爸看 我的照片 我那张照片刚好不是那么好看 我摆个 所以你在乎的是被拍的好不好看 我摆个鬼脸 他就是 他就是说 小可爱 小可爱 这个小古灵精怪是谁 对 他就说这个可爱可爱的 我爸有问我说 所以他是一个容人吗 对 然后我就说他不是啊 他说 因为他的面相 可能我觉得犬犬就是一个 长得很有特色的人 那也是当时我选他的 因为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会让人家记住 然后眼神又很 纯真 可是又很富有情感 对 然后 但是他放空的时候又会有点傻 反正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个体 所以我爸爸那时候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也会说 我这个人 因为他就会觉得他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比较特别 对 对对 对对对对对 Scot Cent 我说说 这个人 其实对对对对 就是 原来的